这表演是结束了吗 动作搓搓搓搓 这位产照评审批评的那孩 有可能一则被淘汰掉吗 今天淘汰在成绩计算方式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平时的成绩 占所有总分的40% 而这40% 不怕男孩们有没有具有明星特质 以及学习态度的好坏 还有是否能够融入团体生活 而这40%的分数 是由工作人员 以及曾经帮过男孩们上过课的老师 还有全努力的总监安理哥 做共同评分出来的 这个成绩的右翼 是为了显示出男孩们除了荧光目前的表现之外 在私底下的学习态度 以及处在团体中相处融洽与否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今天的才艺竞赛将在总成绩达60% 而今年平时成绩最差了四个人 这将是他们唯一可以翻身的机会 大家加油吧 今天第一位表演的就是阿粉了 创赛逃来赛凸彩连连之后 阿粉很积极学习新的才艺 而平时成绩地球名的他 会带来什么样子的表演啊 范范杰 各位评审 黑社会的学姐 大家好 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 超级玛丽阿粉 今天 我想要叛的才艺是 超级玛丽 Go 所以希望大家会喜欢咯 谢谢 轻短的才艺 再次 Yay! Yo! Are you ready?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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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s Mario! Yeah! 小心邁力快樂散躲 每天VQ是打破 還沒吃到或許呼呼 先好看RV健相見聰 小心邁力支持我 The right of the world double toll Yeah! 大家歡迎 Lui! 打破 認識 指 打破 六 拼 C N L 올 E E 太酷了吧 鋼琴、Rap、舞蹈樣樣都來 只不過好像都沒有很盡頭的感覺 聽聽看評審怎麼說吧 很可愛的 真的 因為那個連那個 鍵盤上面都還有一個小的超級瑪麗 對 他是我的護身符 是你自己找的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在整個表演來說 包括就是你的同學 綠色的瑪麗 路易 路易啊 那個表演的也不錯 只是他不知道該怎麼Ending 你看他現在又很害怕的走進來 但是 路易剛才那個 其實在中間那一段的時候啊 表現得還蠻好的 就真的很有電玩的感覺 而且老師有幫忙配音配的也很好 只是Ending啊 以後要自己要確定 要在花盆後面Ending就Ending 然後站起來就很大旗的鞠躬 謝謝就好了 因為我剛才其實看到的問題也是 就是那個 第一個彈琴我覺得不要那麼 如果說你的六重切 其實他就沒有配音樂 你就順著你的節奏 你不要因為想要 展示你的手藝很快 這樣子或是琴音很快 所以一馬彈得快 把它出了很多錯 所以我覺得其實 撞 他撞了很多東西 然後我覺得照著你的步調彈 登登登登 就這樣彈會很棒 然後結果是 還有就是剛才在唸 一次唸中間有唸了一封Rap 對 因為你會其實不是 除了聲音小之外 不清楚 對 很少人 你已經把麥克風放這麼遠 誰說的 這是因為我覺得麥克風 每一個人的方法不太一樣 比如說有些人會習慣 握後面 有些人會握前面 就是他其實都在找自己 使用麥克風的方法 因為其實你在歌的過程中 其實你就要去找那個聲音 可能要發聲是最好的 所以 譬如說你的口的大小 其實有時候不一定是要大聲 而是你 如果你很小聲的話 把它貼近麥克風這樣 它其實就會講得很緊 可不可以再講一次啊 因為我完全不知道 Rap Rap 漢堡要吃 老師 老師給我一個 對不起 那不是那個拿 拿 拿近一點點 我完全聽不到 超級瑪麗快人三朵 飛天貴都沒去發火 還沒吃到或就呼呼 最好快按筆劍向前衝 超級瑪麗就是我 轉轉快 阿本我掉爆頭 Yeah 喔 都在那邊都對啦 對 這樣我有 還是沒聽懂 沒有 對 這樣最早有聽得懂的一些東西 我剛才完全不知道在幹嘛 我們都說 是胡子對你有障礙嗎 把那個歌巴氣呼呼拿走 因為流汗所以它一直滑下來 我快把它吃掉了 好 下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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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瓜瓜 我的麥克風 在網路上就有高人氣的過話 在淘汰賽之後 就開始認真學習新的才藝了 平時對工作人員很有禮貌 讓她得到不錯的平時成績喔 而今天她的表現又會是如何呢 大家好 我叫瓜瓜 今天要帶來的才藝表演 是潘瑋博的我的麥克風 謝謝 爹 直接唱鎖 揍我的麥克風 沒關係 我還有我的頭容 爹 這誰貪辯了我沒有觀眾 我自己第一個被感動 這誰貪走了我的麥克風 沒關係 我還有我的口容 這誰貪辯了我沒有觀眾 我自己第一個被感動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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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挖 嚇不到你又偷懸一段舞蹈 又唱又跳你 搭配一身白馬王子的造型 不知道又迷到多少電視機器的粉絲囉 我 都去啦 Michael Jackson 五番爆爆糖 我 都去啦 隱身帥氣打扮 並且大膽嘗試邊唱邊笑言吹壞話 能夠獲得平整齊Live吧 我 都去啦 講一下 你唱歌都沒唱出來 因為這首歌其實 還去藍波老師的教室練習嘛 對不對 因為那個時候在講說是要 這個是邊唱邊跳吧 對啊 你唱歌都沒有唱出來 所以其實在Vocal的部分 其實是比較薄弱的 老實說 因為其實這首歌 其實後面還有很多很複雜的舞蹈動作啦 還有歌唱Rap的部分 其實瑋柏花很多心在唱這首歌 但這首歌剪完變一分鐘版本 一分多鐘的版本 其實它只有在 就是是誰唱著麥克風 然後一直到這邊 然後玩第二趴再來一次 所以高安你沒有把聲音唱出來 舞蹈動作的部分 等一下藍波老師可以講 然後整個整體的感覺其實有 就是整體的感覺是有到 就是有明星氣 有帥的感覺啦 對 有明星的感覺 舞蹈的部分 但是要以一個完全不會跳舞的人 然後要重新來學這個舞 其實瑋柏其實當初在學這個舞 也花很長的時間 可是藍波老師幫他設計的就對了 對 因為其實瑋柏第一張是 壁虎漫步嘛 是比較屬於灰色幽默的 然後第二張我的麥克風 其實希望它力弱一點 設定的時候 所以它的動作其實很多東西 都是比較力弱的動作 讓它比較好處理的方式 但是其實很瑣碎 很瑣碎這樣子 所以其實它學起來 剛開始的時候也是很不習慣 所以其實我覺得 瓜瓜大概這樣跳舞 當然它之中也有Lost很多東西 那我只是覺得是 你沒有去注意動作跟音樂的配合 你可能硬把它動作閉起來 記起來 就是這一般不會跳舞 剛才在學跳舞的時候 一定會發生什麼 它會把所有動作 好像有20個動作 把20動作記起來 可是你沒有去注意說 哪個歌詞要唱哪裡 哪裡要做什麼 這個其實就很Enjoy 我覺得稍微弱了一點點 瓜瓜今天贏在造型上 嗯 因為其實你平常颱風還不錯 雖然有一點小害羞 但是你今天腰痛嗎 對嗎 你今天從一走下來開始 從頭到尾都是這樣 我想說你今天真的腰不舒服 然後沒有嘛對不對 那就要停起來 然後其實我們剛才在電視螢光幕上看 其實滿像林志穎 在跳舞的感覺 有一點 真的 有一點 我剛剛在打一邊在看 真的很林志穎在跳舞的感覺 可是 先不要管你會不會跳舞 既然你今天表演了舞蹈 那你就要表演得好 我只是覺得 那個麥克風是用來幹嘛的 對 我也有一樣的問題 它是符合你的表演主題 我的麥克風 對不對 但是你從頭到尾都沒有用到它 反而在螢幕上它擋到你啊 對 下次就要說 好 好 好